我們過去曾經認為的理所當然 可是現在我們什麼都要小心翼翼 相對來說 你也覺得我們其實現在 並不是一個完全自由的 《婚姻》這個劇本 它是從中國第一位女建築家 林婚姻女士的生平故事為基底 用她生前寫的最後的四封信開始 那她分別寫給她的丈夫兩師誠 寫給金月琳寫給徐志摩 以及當初的好朋友冰心 然後從這些信的回憶當中 去讓觀眾進到他們所經歷過的事情 大概就是是這樣的故事 那所以我們可以從這個劇本的故事結構 從人物裡面去跟隨他們 經過了這麼多事情的歷練之後 他再重新得到他人生上面的價值 他知道他要做什麼 他找到一個所謂他心裡面 真正的自由是什麼 我們這個戲 我們並不是要做所謂的人物傳記式 應該是說我們藉由這個人物為載體 我們 去訴說 一個不管是任何年代 或者說即便在21世紀 都可能會遇到的想法的狀態 你對於自由的定義是什麼 你說擁有一個完整的 這些詩文作品 可能比較熟悉這些人物的 觀眾們 你可以知道說 我們在這個創作裡面的用心 在這齣戲裡面呢 灰音他會不斷的 不管是旋律也好 歌詞也好 他會一直在不同的狀態 都會重複問自己一個問題 那句歌詞就是如果我能夠 擁有隨心所欲的自由 那麼我會做些什麼 那時候在排戲的時候 在歌隊我們後面在戰爭 然後歌隊在排就是說 當戰爭來臨的時候 這一群人很不知所措的 不知道家鄉在哪裡 理所當然的東西 但是現在其實已經蕩然無成 我那時候跟大家講說 OK我們經歷過了這一段時間 當疫情的時候 我們過去曾經認為的理所當然的 覺得說我們出門就這樣子 我們根本不用什麼酒精口罩 可是現在我們什麼都要小心翼翼的 相對來說 你也覺得我們其實現在 並不是一個完全自由的 那你怎麼樣在這個被限制的狀態 你再去找到一個 你屬於你 海闊天空的空間 日軍侵略 然後他們 決定要帶著他們之前考察的 很多很多的建築資料 就是到各地 逃亡 躲 然後日軍 他們發現說這是非常重要的文獻 所以想要把它強奪 但是 林輝英 他就是 不顧性命的在抗爭 這一段 我每一次在 排練場 只要是這首歌 我都會起雞皮疙瘩 因為 我們都沒有遇過戰爭 可是 我們可以知道 就是你要生存的時候 什麼是對你來說是最重要 或者說像 這段時間 就烏克蘭的 戰亂 我們隔著那麼遠 然後我們看著 這些新聞 或消息 我們都會覺得天哪 感同身受這件事情 然後再藉由 就新詞的音樂 我覺得這個整個轟多起來那個氛圍 我自己非常喜歡 然後另外 一段是 也是戰爭之後 那個時候 灰英他 他身體其實是非常虛弱的 可是在 這個虛弱當中 隱約 有徐志摩的身影出現 身體狀態很 不好的時候 而他 無法繼續 在做 紀錄 的時候 他不知道怎麼辦 於是 有一個 聲音 然後他 他用了一個 徐志摩的形象 來告訴他說 其實你可以的 那你也可以說 他可能是 灰英的 自己的 心聲 他轉換成一個 他可以接受的 形象 來跟自己對話 在這個過程當中 他才知道 原來 活著 並不是 只限於 肉體的活著 當我們 持續的 擁有 我們的創作 我們的作品 他就可以用另外一種方式 繼續活著 因為 在 劇本 他其實 他有很多的害怕 其中有一個 他說 他害怕他沒有辦法再繼續做很多事 他來不及做什麼事情 另外一個是 他害怕死亡 這個是他在這個過程 經過戰亂之後 他重新得到的一個啟發 於是他決定在這個破碎的地方當中 繼續成立他當時做的 文化沙龍 我們的音樂總監 辛慈 他其實跟 我們 《灰英》的編劇 阿倫老師 在韓國 大秋音樂聚節的那個時候 有做了合作跟認識 在幾年前他們就有聊說 如果 他們想要做一個合作 然後又想要做一個關於 所謂的華人女性 的這樣的劇本的時候 那剛好辛慈又對於 林輝依女士 他的作品非常的喜歡 那他就收集了一些這些 林輝依女士的資料 就給我們的編劇 然後阿倫老師看完以後 他說 好 那我們就來做這個 那後來廣義基金會 也是剛好有 去大秋 做這樣的音樂劇交流 才認識了 阿倫老師 那於是 就在這一些 很有趣的緣份當中 牽連起來 他就形成了 即將要帶給觀眾 回音 這個劇本 其實我們花了蠻多時間 在這些語言上面 如果我們用 韓國演員的語氣 你就會覺得說這些人為什麼 就是一講一開口都在吵架 他們的語氣就是這樣子 但是中文的語氣 其實不太一樣 中文他的特殊性就是 一個字代表意義 他兩個字放在一起 會另外一個意義 然後 我們要怎麼樣 用中文表達 所謂的直接不直接 然後中文又有一些 話外話 潛台詞 我雖然在跟你說的是這一句話 但是我 其實要傳達什麼 這些部分 在韓文比較 比較少 因為韓語 尾字的語音 在他的異陽頓錯不同的時候 對方就知道 其實你是什麼意思 對但是 中文其實有更複雜的 更多層次的 含義 徐導演他很喜歡 很疏離性的 畫面處理 這也是我們這一次 有 再重新討論過的 就是 韓國觀眾 在看 《灰陰》 和台灣觀眾看《灰陰》 他絕對是 完全相反的切入角度 因為 韓國觀眾 再怎麼知道 他們一定 不會比我們 知道 所以韓國觀眾 在看《灰陰》的時候 他反而 更能夠 從 故事的這個女性 去看他經歷過了什麼 就好像我們今天如果看到一個韓國的 歷史人物的 不管是電視劇 電影或音樂劇也好 我們其實並不知道他是誰 那 我們這一次 本來上一版 就是說我們還是有很多 很澎湃的情緒 很多 我這次就讓主演們 我說我們這一段 或是說我們這一段的話 我們就 拉蛋的說 對這個就是我在情緒上 所謂的疏離 那個疏離性這件事情很有趣的 就是說 你看著一個人 他 講話 講得死去 哭得死去活來 其實你會有一點 跟他 反而會有一個距離感 但是當他淡淡的說著 他可能過往的事情的時候 你反而能夠 你的心可以 那這也是 這一次 我和徐導演 所選擇的 所謂的疏離的處理 因應 我們不同的 觀眾民情 而所呈現出來的 傳說中的話題作品 到底在演什麼 說什麼 且讓藝術總監 導演 創作者 為您一講 八分鐘 聽個明白 支持好作品傳千里 請記得 按讚 分享 還有 小鈴鐺